今天给大家讲序论 想分六个部分给大家介绍 首先讲昆虫钢的地位与特征 这个里面分六个小问题 首先我们看看昆虫钢在动物界的地位 从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出 昆虫在整个动物界里面 它有占百分之75的种类 我们已经定名的动物种类 大概150万种 其中昆虫占了100万种 第二个小问题是介绍解释动物们的特征 解释动物它们共同的特征有三点 第一 体区分段 第二 腹肢分结 第三 所有的解释动物 它们在身体的外围都包括有一层 有极丁值构成的体壁 所以这是解释动物三个共同的特点 下面我们介绍昆虫钢的特征 昆虫钢除了具有解释动物们的特征有外 那么它具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呢 首先第一 昆虫它是整个体区分成 头部 胸部或腹部三个体带 头部具有一对主角 一对浮掩和口气 因此 头部是昆虫感觉和取舍的中心 胸部具有三对主物 两对质 因此胸部我们说是昆虫运动的中心 而腹部具有大部分的内脏气管和生质系统 因此我们说腹部是昆虫生质的中心 这是昆虫钢一些最基本的特征 第四个小问题 我给大家介绍昆虫发生的特点 昆虫净化理石非常长 人类净化理石只有100多年 但是昆虫 污渍亚钢的昆虫 可能有4.51年的历史了 而有制昆虫也有3.51年的历史 第二个特点是昆虫的种类速度 以往大家认为昆虫的种类 大约是300到400万种 现代昆虫学家和生活学家估计 昆虫的种类可能会超过 1000万种 第三个特点就是种群数量大 沙漠黄大家是非常熟悉的一种 很重要的害虫 它的一个种群 一个种群可以分布到 500到1200公群 涉及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统计了一下 它的过体数量可以达到 7到21个过体 所以一个种群能够有这么大的数量 在其他的生物里面是没有的 第四个特点是分布广 分布广 昆虫从两极到尺刀 从天上到地下 从海洋到陆地 无处不会没有昆虫的身影 也就是它的分布是非常广泛的 非常广泛的 这是昆虫发生的四大特点 第五个小问题是昆虫昌生的原因 也就是为什么昆虫的种类数这么多 为什么昆虫的一个种群有这么大 那么它们有哪些原因造成的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昆虫是无几类动物中 围于具有质的那群 昆虫有了刺 那么它在迷食 求偶 交配等方面 都占有了很多的优势 这是它的第一个昆虫的原因 第二个昆虫的原因 是昆虫的身体小 固体小 固体小也是它昆虫的原因之一 很少的食物就能够满足 昆虫身脏发育的需要 也就是它可以完成它的生活史 所以这是它的一大优势 第三个特点是昆虫的繁殖能力强 一只蜜蜂可以缠染数百万里 数百万里 一头孤世甚至的牙虫 繁殖六个月 它的后代的过地数可以达到六亿之多 因此达尔文都不得不惊奇地感叹到 如果没有截止 那么整个地球将会被一对昆虫的后代 所覆盖 昆虫昌盛的第四个原因 是昆虫是口气特化 昆虫为了使用不同类型食物的特点 净化出不同类型的口气 取是固体食物 净化出拒绝式的口气 取是遗体食物 净化出刺激式的口气 昆虫昌盛的第五个原因 是昆虫净化史长 食音性强 尤其是昆虫净化出勇气以后 它能够适应过种莫勒的生存环境 因此食音性强 是昆虫昌盛的第五大原因 下面介绍第六个小问题 就是六株种钢 果钢之间的亲缘关系 六株种钢里面的四个钢 其实原来都属于广义的昆虫钢 广义的昆虫钢 一个最典型的特征 就是运动株减少 这个运动株减少 是相对于多株类的动物 另外就是胸部明显 就是整个广义的昆虫钢里面的胸部 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广义昆虫钢里面的原来的 唐尾母 双尾母和圆尾母 它们共同的特点 就是内藏式的头部构造 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上额和下额 是输入到头壳里面去的 第三个特点的话是没有敷衍的 因此在六株种钢里面 三个钢它们就成为最远式的一个分支 我们叫内口钢 它们与昆虫钢是并列的关系 因此在亲缘关系上面是非常解禁的 这是关于第一个大问题 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这么六个方面 后面的话有一个复习题 就是要大家减述昆虫钢的特征 谢谢大家